我们这个相声啊 是传统的艺术 老的了 跟这个评书有渊源 怎么 都是这个说唱文学 评书也是以说为主 对 相声也如是 诶 相声跟评书虽然说都以说为主啊 是 有点区别 这区别在哪啊 你看那个相声当中有很多的笑料 对 说我们的话叫包袱 可笑的 大家一听呢哄堂大笑 评书不然 那说书的呢 评书是以故事为主 讲故事 其中穿插着笑料 大家也是喜闻乐见 对 特别的欢迎 评书当中 你要是常听你有印象 怎么 他的修辞方式啊 有很多是属于夸张 夸张 还有很多是属于夸大 怎么叫夸大 就是不着编辑了 是 听着离奇说白了 您听着有点玄乎 玄了 夸大 您给我们举举例子 我给您举例子 比如说吧 说这人个儿高 个儿高 高到什么程度 各位 哥评书演员 嘴里夸当 问问你吧 您说 咱北京最高的楼是哪 那得是电视塔了 电视塔 加上那塔尖呢 那更高了 这位的个头 怎么样 坐在那塔尖上 两条腿搭了到地 您行了 您说这个儿高不高 您说这个儿不算高 这个儿还不算高 我亲眼见着这么一位 您见的什么样 这位坐在井底下 怎么样 脑袋顶着天 您这属于胡说八道 这位坐在井底下脑袋就顶着天了 对 那他要一站起来呢 天漏了 各位您还给他鼓掌呢 您这叫胡说呀 谁说的 您这有根据吗 我看见的 您还亲眼得见 我小时候 您看见的 我姥姥抱着我瞧见的 看见的 对 那要叫您这么说 您说这个儿还不算高 还有高的 我知道有这么一位 这位有多高 这位这个儿咱就甭提了 这位高到什么程度 是上嘴唇挨着天 下嘴唇挨着地 这还是闭着嘴的时候 这个儿高不高 上嘴唇挨天 对 下嘴唇挨地 挨着地 不是那这位这脸呢 脸呢 你琢磨呀 是 这种人有嘴说大话 他要脸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 您这话说我呢 废话 你亲眼看见了 坐井底下脑袋顶着天 你看见了 看不见 看起来天漏了 你都看见了 你这不是胡说吗 这不是 话大了 这是说书的一个技巧 就是夸大 是 说这人劲儿大 劲儿大 力大无穷 四个字的评语 哪四个字 叫钻铁如泥 这有劲儿吗 那铁多磁实 这位这个到他手里 跟你一样这么软和 这是夸大 没有这种人 是吗 真要有这种人 钢铁集团公司都得解散 都不灵了 没用 有他了 需要做什么东西 把这位请去就行了 是 需要做漏勺了 他能多吗 揪一块铁 揉不揉不 啪啪啪一拍 扑扑扑一桶 呜 漏勺做得了 跟和面似的 您说有这事吗 嗯 这就叫夸大 夸大 这是说劲儿大 是 说这位劲儿小 劲儿小怎么说呀 没有什么力量 手无伏机之力 伏机之力 那小劲儿多一点啊 挺大的人 不能把小劲儿给制伏了 这叫手无伏机之力 对 小劲儿在这跑 你 好 抓不住他 这就属于夸大 是 另外来讲 说书还有这么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讲着听戏听咒子 听书得听扣子 什么叫扣子 就是这个末尾的这个悬念 啊 你看现在来讲嘛 剧场评书不多了 是 大部分是广播评书 跟着电视评书 嗯 二三十分钟 哎 今儿的一段结束的时候 要留一个悬念 嗯 明天大家好接着听 对 这叫扣子 嗯 老先生的扣子呢 都很讲究 是 相当抓人呢 嗯 比如说吧 过去有一位老前辈 这位怎么样 说什么书呢 说三峡武艺 哦 他那扣子太高了 高 兜里揣着火车票 怎么样 准让你废楼 哦 火车就不坐了 过去剧场演出啊 嗯 今儿演完了明天再来 嗯 兜里揣着明天的票 这火车你不坐了 嘿 你得来听书嘞 这扣子这么好 水瓶高 哦 给您举例子 您说说 这天正说的这 嗯 话说大一卢方 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 四爷蒋平 五爷锦毛鼠 白玉堂 南峡展昭展雄飞 北峡欧阳春 双峡丁兆兆兆兆惠 小峡爱虎 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 吃饭饮酒 忽听得楼梯口 蹦蹦蹦蹦 几声响亮 上了一人站在楼口之下 的十位英雄 你也呆呆发愣 众位 来者是谁 咱们明天 再讲 有 不说了 不是这正精彩呢 愣哥这 嗯 这十位英雄在这套书里能力最大 对 三峡武艺说的就是他们 那是尖子了 又来了一位 给这十位吓傻了 呵 震呼住了 啊 不定是谁了 嗯 你琢磨这观众这观众回家他能睡好觉吗 对 晚上躺床上且琢磨呢 这琢磨是谁呀 哎呦 嗯 来的是谁呢 天津朋友 是他 是吗 不对 怎么 他也正死了 那 不是他 是他 是他 这十个字一游他呀 哦 是他 是 不对 怎么 他是洗油机里头的 好 无疑不输 哎 是谁呢 兜里揣着票呢 明天早晨起来坐火车奔上海 是 把火车票拿出来一看 怎么样 上海呀 嗯 英国我也不去了 哦 火车票一撕 转天 剧场里边听书 接着听 哎 老先生呢 不紧不慢 嗯 往那一坐呀 怎么着得把昨天那茬的圆上 这是 这叫圆寇 圆寇 两点钟开书不是吗 嗯 一点五十九分都不张嘴 嘿 非得等到两点钟 嗯 轮轮当当往那一坐 嗯 一拍着小木头 把那昨天那扣的圆上 哎 接着说呀 话说 昨天说到 嗯 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 不停的楼几口 蹦蹦蹦蹦 几声响亮 上了一人站的楼口 喝的十位英雄 你也呆呆发愣 众位 哦 您猜是谁呀 谁呀 不是别人 嗯 原来是跑堂的 上菜 哎 笑吧 一个上菜的 你这火车票撕的冤不冤 你说这玩意儿 弄个跑堂的憋了半酒 哎 哎 但是老先生艺术魅力 是 他要昨天告诉您 跑堂的上菜 大家吃饭 今儿您就不来了 那可不是吗 这叫艺术 就指这扣子 听戏听咒子 听书听扣子 嗯 就是这个悬念 啊 再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哪点啊 我个人的观点啊 嗯 甭管是哪儿的人 只要台上说书 必须要说这个普通话 普通话 对 哦 啊 你看外地的评书演员也很多了 竟是大家 只要在舞台上演出 必须得说普通话 对 这是基础语言 嗯 你看说外地方言闹笑 啊 尤其是这个财子书 哪部呢 比如说吧 您举举例子 三国演义 这是好书啊 那是第一财子书 是 那口非得正 嗯 必须得是普通话 哎 啊 那说出来才好听呢 您在这儿跟我们说说 长板坡子龙救主的场面 特别的热闹 嗯 啊 一拍这小醒目都这么说 咱听听三国 话说四爷 长盛将军赵云赵子龙 怀揣着右额斗 全屏着胯下 伯龙鞠是掌中的亮银枪 嗯 杀了个七进七出 闯着同围来到党阳桥 见三将军张飞张义德 立于桥头之上 赵子龙抱万拱手 三将军在上 说末将甲昼在身 不能实以全力 嗯 张飞说四弟免礼 胜败如何 嗯 赵云说 嗯 末将寡不敌众 是大败而归 嗯 子龙 主公现在松林之内 给你赶紧前去保驾 再赶老张 抵挡一阵 说话之间 一铲的炸 八十毛 哇 呀呀的怪叫 哦 您听见没有 必须得说普通话 普通话 对 哦 要用这个外地口音就差一点了 有外地口音说书的吗 有啊 这是谁呀 我就听见过一回 哎 这是什么场景啊 这是我的一个老乡 嗯 哪的人呢 天井人 哦 业余爱好者 哦 喜欢 最喜欢听评书 嗯 那回我回老家 我听见一回 这回 说的也正是这段长板坡 哦 也是长板坡 啊 每天晚上在院里边搬个小桌 拿块小木头 哦 搬把椅子往那一坐 街坡邻居 沈的大妈们全喜欢听 嗯 哦 那天我听那回太热闹了 怎么 天井口 天井味 天井字 口头语 峭壁画 家乡的图语 这里边都有 嘿嘿 热闹至极 哎 您在这儿学学这天井评书怎么样 天井评书啊 特别卖力气啊 嗯 一拍这木头 哎 这回说谁了你了 这就是天井话了 话说四爷 藏僧将军 赵云赵子龙 嗯 坏踹的小宝贝 小宝贝 全听的跨下马是长动 这根儿嗆 这个闹的 人家操兵 八十三万大将 五十亿元呢 嗯 你啥你其处其忧 这费劲 鬼妻借拆床子重为 是 来到党羊敲看敲通 赞一大字 你才是谁呀 谁呀 你才是谁呀 谁呀 哎呀太根了 你说啊 谈青是张飞 张飞 赵云一看是张飞 报宣公手 我姐不长三应啊 嗯 张飞说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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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串 张飞问赵云了 嗯 能没有老师 游戏吗 游戏 早就说我崴了 他们烟太多了 哎呀 一绑一活的 我弄不过他们 你瞧 我这儿是脚信上 长屋子 怎么讲 我点儿太低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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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